王毅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南风车站的导演刁一南 我是南风车站的总制片人和出品人李丽 当然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电影能够来到嘎那电影节 也说明主办方对我们影片质量的认可 嘎那电影节是这个平台 汇催了汇聚了 当年质量非常好的这么21部电影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感到非常荣幸 以前拍电影都比较注重自我的表达 对一些普通的故事 或者是有商业戏剧性的故事 会相对排斥一点 这几年随着自己越来越成熟 然后在电影的诉求方面 也更加追求商业和艺术的平衡 对 也是从小人物的身上挖掘出 他的精神的内核 精神的力量 在市场上的定位上 这个之前我当时李总投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之间也有过交流和沟通 在这方面的主要是养俗共生 可以跟您说说 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艺术和商业的尽可能地融合 而且导演也一直希望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突破自己 甚至超越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南方车站确确实实做到了 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 启用胡歌也好 包括万千也好 除了他对人物的符合和契合之外 而且他也准确地表达了 导演所希望他表达的人物 所以这点上面我们也非常的欣慰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来这个入围之前 我们因为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我们也在讲现在的这些片子的后面的这些 关于跟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 导演呢 确确实实还是希望他的片子能够走出国门 让更多的国外的这些影迷也好 还是观众也好 能看到这部影片 因为我对于这个片子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观众 能够对他产生共鸣 导演也是一再给我讲 他还是希望讲一个很好的中国的故事 展现中国的这些小人物 对于他们对于社会也好 对于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人性也好爱情也好 希望跟中国观众的情感能够产生共鸣 得不得奖的是就是运气 不由咱们来决定 但是我们一直是这样 我们自己不管得不得奖 我们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努力和付出是问心无愧的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看片的口味 有的人可以不喜欢这个电影 有的人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当时是从北京专门到上海 跟他见面 跟他讲了我想请他来演我的下一部片 大家见了面 然后呢我就给他看剧本 那首先他要认同剧本 然后我们才有合作的可能 然后他看了剧本以后 也表示非常有兴趣 非常愿意合作 一切开展的都还比较顺畅吧 我们的合作 我觉得说片中的表现已经是 完全让他跟他之前作为一个偶像明星的那样的表演 已经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 因为之前他拍的电视剧比较多电影 这是他第一次作为男主演参与 所以呢他自己也非常努力 下了很多功夫 吃了很多苦 他完成了我们的预期 当然看过 我要和男主演合作的话 我会看 我几乎每一部都挑着看了一些 我觉得还是狼牙榜 这个我要给虎哥说一句公道话 因为咱是双主角的戏 是男女双主角 不是大男主人 不是大女主的戏 所以我觉得影展 还一般是会把奖项给这种 一个演员支撑全篇的这样的大男主或者大女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演员 对所以他不得奖并不代表他没有获得进步 那都是另外的题外话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拍摄过程中的跟老天爷要去战斗的一个事情 导演也非常因为当时确定在武汉拍的时候刚好又是雨季 而且所有的天气预报也没有那么的准确 在这些问题上面可能我们需要做大量的预案 包括要跟各个制片组导演组包括演员组的协调等等的这些问题上面 而且在这个整个的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最大的可能还是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好在是因为调音团导演他是有高度的制片组导演 在这上面也是帮助影片顺利的完成 没有超级没有超支的前提下完成 我是觉得胡歌这次的表现确确实实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 而且他在整个剧组包括一些群众演员 包括甚至片场的一些工作人员都给他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点上面可能是跟他的为人可以包括他对自己的要求 包括对表演的认知它是一个综合的素质的体现 是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让我们方方面面的人都感受得到的 所以说跟他自己的努力也有关 当然这部影片我相信他最应该感谢的一定是导演 导演把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交给他 我们是觉得双方在一起的合作又有这么愉快 我们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我们每一年都有新导演的片子在上映 包括我们从最早的小时代 包括我们近期上的雪豹 包括我们马上要上映的新世界 这都是新的导演来拍摄 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 再一个就是关于国际市场上面的片子 到咱们冲过来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话题 对我们这些制作公司来讲 可能要反思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如何做到内容的前置 做到更加的准确 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怎么样更加接近 可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想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